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体内的基因 它是在我们的心的外层 和我们此生紧密相关的 实际上是包着八重罗网 你叫它关系网也好 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罗网或者幻化网 那么这个第一层就是你出生的时候 你有你的父母给你带来的这一层关系网 等你开始上学以后 有小朋友 同学网 有了工作之后的同事网 社会交往网 兄弟姐妹网 叠加成的这些关系 组成的关系网 实际上是围绕着你的灵的外层 最先展现的是今生的这一层楼网 实际上上一世 你有同样一张网 包裹在这个网的外层 再上一世还有一张网 所以是和我们此生紧密相关 通过我们第八阿拉耶使经常作用我们的九宫心中的 这个罗网总共外层外面是八层 这就包括了今生父母 过去七世父母 那么以及九族 那么当然在外层还有更多的 无始节生死轮回的每一张网 包裹着你的心 那么这个 大家要重视 那么我们发现 古代为什么重视祭祀九族 原来在九族的这个 给我们今生的影响 它是九的九次方 它可以产生八十一倍的力量 什么意思 如果九族那里有一点恶 到你这一代 它就是八十一倍的恶 也就是原来是一个小黑点的恶 现在可能变成一座大山的恶 如果祖先给你留了一点善 然后就是八十一倍的善 所以我们在研究 这个基因遗传这个方面 我们通过这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 发现了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是次方级的影响 第一代有一点善 到第二代变成二的二次方 到第三代变成三的三次方 到第四代四的四次方 到第九代九的九次方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连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祭祀九族 为什么要回向功德给九族 这个道理刚才讲了 你祭祀九族 请九族来到这个法会现场 祭祀现场 同修共证 他释放了一点黑子 你这就少了一座大山 一个障碍你的大山的恶音就不见了 你就开始变得适时顺利了 那么你回向一点功德 到九族那去 你自己今生做了一点功德 你自己hold着 你自己占有着 你不肯回向 那你就是一个功德 如果你把这一个功德回向给九族 九族呢 得到了这一点善 你这里就变成八十一倍的善 不但你要回向给你的九族 我们还要回向给 普切回向 给法界一切有缘众生 无量界生死轮回的众生 你把这些善给了九远以前的有缘众生 到你这儿就得了无量海一样的福报福德 所以这就是佛门讲究普回向的秘密所在 那么至少我们利用清明时节的祭祖 七天祭祖 我们要完成九代 九族的回馈 变成八十一倍的力量 当然呢 这个逢九为最大数 到下面又变成一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